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赞言》第31章 第23节 《赞丈夫在诚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座 为众人所认识》 所以这就是为何神将这个衣服的概念 就放在这个什么 这个的会幕和圣殿里面 让我们知道藉着祭司的衣服 让我们知道神所要求的全面性 终于揭衷了 因为衣服方面 我们曾经说过 在前面已经清楚告诉我们 交织着衣服 交织着这些布料 是代表了我们的横与直 在一件事里面去尽力 但问题是现在你就会看到 我们看到祭司拥有的是什么 他的衣服远远超越了外面的 会众的这些拥有的衣服 他比他们多 一个大祭司的衣服更多 就是他的衣服 因为这个代表了这个新妇 他直成在信仰上 在他全能型上 永远每一样都坚固得到 你会看到片型的 在现代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女士 他们出席晚宴的时候 都化妆的 你不会看到一个贵妇 在晚宴出来 她只穿着拖鞋 不会的 她起码兼顾到这件事 就是穿着很漂亮的高跟鞋 但是不是有几粒的进去晚宴 又不是的 她有没有兼顾到她穿的衣服 但问题是她的头像穿着槽 完全未洗的 那些卷髮的卷 还钉着两条在旁边 是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 然后每面都烏这单刀 然后一早起床的时候 完全未洗面 更加未化妆 眼睫毛一边搭了下来 在面壳那里 是不是这样 不是的 你会看到 典型里有些人 真是很着重化妆的 真是说断钟头计的 一两个小时 化妆装着装着衣服才出街 不要说是去晚宴 去晚宴的时候 更加是全面性 能够兼顾到她 压油头发 制度化妆 口唇膏 颈链 她的晚礼服 她的高跟鞋 她的手袋 全部都考究过 都配对过的 你知道吗 这些才是 出晚宴的贵妇 有多少有钱的人 越有钱的女人 起码在这些晚宴当中 就越花本钱 是不是 这个直成是代表了一种身份 已经是全世界所有民族的 一个风气 但问题同样 这些都绝对不及得一个女人 她的生里面 她的昏迷 如果这个晚宴 对于这个贵妇那么重要的话 当她真的 跟她的真命天子拍拖 然后去结婚那一天 她一定会 全部装饰整齐的 是不是 但是圣经里面 有没有说 这个是太太的站 是的 所以你会看到很有趣的 祭司 就完全示范了这件事 会中不需要穿这么多 鼎鼎大戴 但是祭司多些 然后大祭司再多些 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 有说到关于 我们的信仰就好像衣服一样 我们在信仰上走得正 就好像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一样 我们穿上这个新人 有哪个的样式 当你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 有哪个样式 是基督的样式 是不是 圣经是不是这样说 是的 原来就是说 当我们不断效法主耶稣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不断穿上这些八袍 八袍就是代表我们公义 是不是 在神的面前走得正 其得正 不单止你的性格是公义 并且你能在榜样上能够公义 谁知道在榜样上公义 有很多人 你要看到他做事 他很正直的 他很公义的 他很自豪自己 走得正 但问题 他会到那个阶段 行义过分 不单止他自己公义 他身边人不公义 哇 他发烂肪力 生气爆爆 骂你 执行你 这些就是行义过分 就是说 他到那个阶段 已经是监人了 那种意 可以说是选人不利己 那种意 所以变成了 你要看到 他就是有直的公义 但没有横的公义 就是说你的公义 是成为一个美好的榜样 成为你其中一样的美丽 你知不知道 所以在圣经里面看到 有公义袍 有赞美衣 而祭司 有以忽德 有帽 有肩膊石 有很多在他身上的这些衣服 都是代表了祭司的全能型 现在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要背着胸口的这些胸牌 上面有十二粒宝石 我们曾经分享过 他要有十二种优质的内涵和性格 为什么要有肩膊石 因为他要懂得去掌握 兼担了敬拜赞美 以及兼担了关于掌权 你见不见 这些全部是说给我们知道 一个祭司的全能型 不是说他什么都不用做 什么都是做的样子 不是 这些衣服全部都是说给我们 是他辛苦 自己用他一生的时间 去交绩出来的 里面不是说直来直去这么简单 他除了能够真是 照着星标将来做 并且能够了解 为什么这么做 暂言第三十一章 第二十三节 哈丈夫在城门口 与本地的长老同坐 为众人所认识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